字幕翻擾 Hello大家好我是 время塔的雙女11 欸你有看出來這是哪一支手機的螢幕與外形嗎? 有太遠有猜中嗎 沒錯,獅姨手上這支就是Sansung Galaxy C9 Pro 那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就讓我一一告訴你吧 那從外觀上看來,獅姨覺得C9 Pro其實很美型的手機 那即使它是6吋的大螢幕手機 那拿起來獅姨覺得是還蠻合手的 另外它全金屬的機身也讓它看起來很有氣質 那除了獅姨手上的這支火焰金之外還有駭客黑可以選擇喔 那另外呢,在鏡頭的部分,前後鏡頭都採用1600萬畫素 那搭配F1.9的大光圈,強調女生的自拍跟夜拍的流行趨勢啦 那拿到6吋的大螢幕手機,第一件事情就是抱著它 找到沙發裡面當馬鈴薯去啦 那手機螢幕太小看久了眼睛可是會痛的喔 那C9 Pro呢,需要的是Sansung Super AMOLED螢幕 那這種螢幕除了省電之外還會讓色彩看起來更鮮豔啦 那你在追劇的時候最怕遇到什麼狀況呢? 沒錯,就是劇情正精彩的時候手機突然GG跟你說我沒電啦 是不是會很心痛呢? 那所以C9 Pro呢,就搭配了4000毫安培的大電池啦 不過那是什麼概念呢? 舉例來說,就是呢 你充一次電可以把熱門的台劇天黑起閉眼7集全部看完 那如果你多充兩次電的話呢 就可以把熱門的韓劇鬼蓋19集全部追完啦 欸,等一下,慢著慢著慢著 你是不是看到這邊就想說 喔,所以C9 Pro就是一隻追劇機囉 沒有那回事好不好 嗯,像獅益最近剛考到駕照 然後其實不太敢太上路 然後就想說,喔,那我來當個鍵盤飆車組 來練習一下好了 那以前拿中階機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發現手機其實跑不太動一些高複雜的遊戲 像是狂野飆車之類的 那手機一般就會很頭動啊 然後還會被隊友嘲笑 可是為什麼我玩遊戲要這麼痛苦呢? 那獅益實際上在測試C9 Pro的時候呢 就發現他跑遊戲其實還蠻順暢的 那有確實發揮他6GB的RAM的效能喔 那如果Sansung Galaxy C9 Pro是一個人的話 獅益覺得他一定是一個愛看劇又會打電動的正妹啦 那關於這位正妹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事情 留言告訴我們吧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別吝嗇給我們一個like 或是訂閱電台上我們的頻道啦 掰掰